这面一上来我懵逼了 跟我早吃那个好像是一个东西 我早吃了就这玩意儿 跟那个情侣的免费早饭 然后还送了一个小菜 不过价格不过三块钱 水没了又要买水一会儿 不过价格就好软了 我常常跟我早上的一不一样 看着至少是一样的 就是一样的 这份这么便宜 我以为怎么着要两三千呢 要三千几波了这个真的好便宜 一千五啊 这才是缅甸的正常价格我跟你们说 就是我在景点看那个太贵了 那个烟嘴抽烟那个 把烟塞上然后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就是红的那个 那个多少一看跟我要八千 本地人工资一天也都八千呀 本地人好辛苦上一天班了 然后拿一天的工资 买那么一破玩意儿 或者说你去 你跟缅甸上个天班了 不发你工钱 然后等你下班发你这么一玩意儿 抽烟那破的玩意儿 谁愿意是不是 看那个沙话 一个沙话要本地三千工资 真的就很离谱 像这种一千五可能 两三千四五千才是正常价格 我觉得 很辣 尝这个小辣肠 辣肠哎 有点甜的那种 和那个辣肠 还是整理完吃辣肠吧 有点甜的 要捧一些小菜 芹菜 甜辣的啊 泰国口味 吃撑着了 那个豆沙的卖的还挺火 我想打包两个都没有了 一个都没了 我先把车停这儿 带大家 撞上这个镇子吧 大家跟附近 稍微溜了一下子 总不能光拍那佛塔对吧 好像也没啥溜的 就是个小镇子啊 没什么 啊 这个药店 啊 没啥溜的 走呗 还是 到了架什么 这是这边非常非常出名的一个景点啊 一看就很与众不同 像一个蛋 这个是什么树啊 一直往下掉这个东西 看着像豆角 撒人还挺疼的 这个 这有个阿姨抹那个防晒 缅甸防晒 这个是防晒 还有驱虫的 我记得是 我来缅甸这么久 来了得有快半个月了吧 没抹过 我也抹一个事 抹上去凉凉的 就抹一圈啊 就抹一圈啊 我也整脸都抹的 抹一圈那其他地方还是不防晒啊 就防那个圈的晒 哈喽 苏嘎给姑姑娘 来 来拿鸭签划两下吧 啊哈哈 到了家人们 这就是瑞喜公塔啊 门口有个大狮子 好大 超级大 它那个脚趾杆 比我脑袋都得大 这个是浦干这边最古老 然后最金光闪闪的啊 然后这是入口 这有个本店阿姨 她估计她想拉我去她的摊子 我觉得 本来那是入口 她非要让我从这进 去她摊子再看一下吧 哇那还有一个 啊 那个阿姨给了我一个这个 她说免费的 然后她说 一会逛完了 来我铺子看看啥的呀 那行吧 佛头 这 这感觉好像这挺凉快的 一会 看光那个庙可以来 看看价啊 是时候展现一下中国人的 砍价功率 不是中国人啊 也很多中国人不会砍价 砍价功率是 从我妈那儿学来的啊 但是比我妈还是差了很多 只学了一点皮毛 只学了一点皮毛 如果我妈来了 把他们全都杀得不成人形 这边也是五千 还有卖小人数的 神话书 小鲜 这边比刚才那个庙门口的名片要大 而且要好看点 大了 金光阮阮 那那个搭球似的在哪呢 哇 金光阮阮 这个也可以敲 声音好大 这个看起来就慈眉善目的 就是眼睛为什么不看 他在看那个跪地的 跪地是上他祈祷的人 这看起来就比之前那几个庙好多了 慈眉善目的挺好的 这个钟声真好听 好多鸽子屎 哇大球在那 可挺漂亮的 外边都是镀一层金 那金的都要掉 都掉成红的 都掉上时间太久了 这给九百多年了 我记得是九百一千年了 时间很长了这个 好烫脚 这个有点像中国那个土地宫啊 土地宫不就盖这么个小庙吗 这个有点像中国那个土地宫啊 然后祭拜 然后祭拜 那有个可以瞧 那有个可以瞧 禁止抽烟啊 还有抽烟的地方 就和新加坡似的 这个手势是什么手势 新小朋友在这边 这边是银色的 还有很多小的白色的佛塔都供奉着一个都供奉菩萨的 这比那个外边的我感觉好多了 可能也是因为吃饱的缘故 我才发现这是个叶子呀 我相机太压了 我看不清楚 刚刚我拿手机自拍照片的时候才发现 阿姨给我画的是叶子 好烫脚啊就是 但是他们好开心啊 真好 要是所有的人都这么开心就好了 请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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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吗 没有日本 哪个国家 中国 是鸡肉 鸡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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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里边有金箔可以贴那个墙 金箔 金箔 贴金箔 鸡肉 把这个贴墙给家人朋友求好运的这个 你这一千 一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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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何这么贵 一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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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也迷信一把了 来了都 你这看吗 你看 金箔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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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空门了 哎哟 你看 然后把这个 贴这 希望看我视频的人 然后他的家人啊 我的家人朋友什么的 亲戚姐妹 反正就是我爱的人 还爱我的人 世界所有人可以平平安安 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吧 还有其实 世上不要再打仗了 就不要再打仗了 不管是什么什么中东 还是什么 呃 或者说中国北边那个 就别打仗了吧 对 对 你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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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不懂 OK OK 听不懂 你看 你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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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再来一个吧 你看吗 你看吗 Ice Ice 你看吗 再弄眼睛一个 还是跟刚才愿望一样嘛 希望大家都见见看看 快快乐乐的每天 什么意义吧 Stone Man OK OK It's enough It's enough You see the three better 啊 You see the three 对 It's enough You see the father, mother, your mother, your mother, your sister I don't have sister I don't have sister I don't have sister No sister I don't have sister You see the mother 中国人经典名剧 来都来了 花了四千天的俩玩意儿 来都来了嘛 就是 你迷信一把吧 我不信这玩意 不过来了也迷信一把 反正就祝大家还有什么 反正就那些吧 打什么身体健康什么的 就这样 迷信果然挣钱啊 回头我也弄一个 随随便贴几个 就当地人一天工资就出去了 迷信宗教确实挣钱啊 怪不得那么多就什么什么 传销组织什么 邪教什么 哎 好像没啥逛的了啊 就刚那个羊肉时代他们叫不懂 而且也饱吃 然后就没有买 差不多了 我现在出去去 去买点东西一下纪念品了 然后在缅甸也带不了几天 可能再带个四五天就走了 剩下那几天我可能也就跟 清理修卫修也不出来了 去问一下这个明信片啊 我打算五千买两拍啊 他说五千一拍 我觉得五千两拍是 本地人价格 因为刚才我看见本地人付钱了 现在来这边逛逛 在玩什么 我跟那个大姐 就是给我手串那个大姐 活活砍了二十分钟 就是手串啊 就是 就是那种啊 当地那种啊 浴室手串啊 就是做工就是质量就很一般的那种啊 一开始给我要两万五一个 然后最后我砍成两千一个啊 你们说这边人吧 你喜欢什么吗 No I don't want painting No I don't want painting No I have many design Bakura Water shower No problem No I don't like this pai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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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大姐姐说有那沙画我再瞅着去啊 今天跟她杠上了 她还说明她还是赚着钱了 说明她说明她 说明她还是赚着钱了 要不肯定不卖我了 我拿了大概是五个串啊 跟她要俩礼物 然后她是一万 本来她跟我说两万五一个的 那点她帮她卖我十多万 结果砍成一瓦了 给我展示沙画 大中小的 How much for big This one This one This one 3万 This one Yeah yeah 比刚那庙要的还狠啊 刚那庙的话 这个 跟我要两万 而且比这漂亮多了 这他妈跟我要三万 天呐 多少多少 这个一个 好 这个我要六万 天呐 真他妈 往死了沙 往死了空 真是 这个玩的沙 沙价时间啊 家人们 Later 我又跟他们那又卡了这个 二十分钟 就砍了我口干舌灶的 咕咕咕咕咕咕了快一盘水 直接 天呐 两千了 本来我想给他一千的 我觉得一千差不多 说实话 两千多多给了 不是 给他一万他还赚了呢 要不然他也不至于拉着我买的那沙画 是不是 OK 那现在这期好像差不多这样了吧 然后普甘这边的景点 无非就是佛塔 我拍的这些 然后呢 还有日书日落是比较出名的 现在没到日落时间呢 然后 一会儿快到日落时间 我会去一个专门的佛塔去看的 那个地方看日落很出名 到时候大家给拍吧 我看能不能拍吧 到时候给大家拍一下 然后现在先这样 我找地儿按个脚啊 累了 累了 按完脚之后呢 我又回钢的那个市场了 去买那个 买这个小人头了 这挺好玩的这个 像这种的 我觉得这种挺好玩的 就是我买了十几个大概 然后各种都不一样的 没一样的 基本上每个形态买两个吧 然后我自己留一个剩下的 可以送朋友像这种 还有小孩的 还有好多 还有佛像的 很多很多 就不给大家看了 这个挺好的 刚才呢 砍那个小脑袋 砍架要砍十几分钟 现在砍架砍都累得不行了 我要回酒店歇着了 然后呢 我现在去那个 看日落的塔吧 看能不能爬吧 能爬的话 应该也能看一些 就是其他的风景 我带大家看一下 然后就应该就要休息了 还记得阿南达寺吗 上午我来不是没开门吗 现在开门了 突然 我经过的时候 突然发现这开门了 我现在进去看看 只能说来得早 不是来得巧啊 路过就没想到 正好遇见了 还是先把鞋脱着 瞧着鞋 骑车骑的全是土 好遇见了 据说这是啊 很多时候这是最美的 有个小池子 然后能拍出倒影 小池子在哪呢 不在这边 这边女生是挺多的 这边一堆女的在这拍照 或是没看到小池子在哪 可能在另一边 不在另一边 好像就在前边 有个池子 好像已经干了 已经干了家人们 不止干了 还变成臭水沟了 就专门冲这池子来拍照片 可也不用来了 臭水沟了已经 从这拍照片 确实不错啊 加上那个湖水 不过已经臭了啊 这么给大家看看 也挺好 这头石狮子的屁股好大呀 它是长了四只脚啊 它长了六只脚 两个前只 四个后只 过来的屁股那么大 是吧 是长了四个吧 一二三四 这个金闪闪的 好金啊这个 我天哪 这是纯金吗 连夜班走吧家人们 好闪啊这个 好闪啊这个 我天哪 上次看到一个特别想搬走的 还是那个埃及那个图丹卡门面具啊 确实帅 确实帅啊 它有些小的佛像什么的 我就不离太近去拍了 不太好 我就跟我外边稍微拍一下吧 也看得够清楚了 你看这光烦的 好家伙 一个小洞里边还有单独的佛像 这个庙很好 这个庙很值得来啊家人呢 这个很值得来 而且这个地方很大啊 保佑保佑 好多疙瘩啊 这个地方是为啥啊 是用的金不太好吗还是 这边也是有壁画的 不过掉霉了都 然后呢 在这个寺我终于看到有卖票了啊 我之前在网看是说是 两万五 现在已经涨价到三万了啊 然后买完票之后呀 钱又不多了 最近这两天要省点花了 没有多少那个现金了 这两天要省点花了 大概还得在这待一个星期吧 然后就 啊 离开 这块怎么没有人呢 这也是有个池子的 也变成臭水沟了 哇 挺好的 这个比较值得来啊家人们 这个挺好的 到了啊 瑞山都塔 你们看到楼梯没有 应该是可以爬上去 然后看日落的 不过这点没有日落啊 还没到日落时间呢 我刚搜一下说日落 我说六点半的 实在是懒得等了 现在刚四点半 把鞋存这儿是吧 好 没沸水吗 哦 不让爬 哎呀 不让爬我不是白来了 行吧行吧 这有楼梯都不让上 挺那什么的啊 楼梯上那张上那看看呗 行吧 日落没地看了 绕一圈吧 溜达溜达 都是 挡住挡住不让上 这儿有个小的里边有金的 这个洞也太小了 到我哪儿 到我脖子 得蹲着进去 可惜图片上那个那种啊 就是很多树跟很多塔一块那场景 看不到了 去不了高处了 现在都 怎么办呀难道 我也不会飞 挺麻烦的 或者说飞 让你花钱做热气球呢 这边热气球好像要 一千多人民币吧 其实也不便宜 两百美金 好像是一百五美金 什么啊这意思 这是之前有雷电批中国这个塔 是吗 看不懂明白 看这儿 那尖刀掉了 刚才一刀从这儿扎进去了 从鞋这块看见没有 把我脚扎了 我又流血了 那当时我吓了 疼死我了刚才 我脚太脏了 给大家看了 巨疼 刚才我边抠这个 然后我旁边缅甸女生 边跟我说她那衣服 真是 这班人的话术是这样的 先跟你问你哪国家的 然后跟你说你好 然后问你这东西好不好 然后跟你卖 然后跟你说说什么 什么友情价 跟你说友情价 然后说给个幸运数字就行 然后说多少多少钱 然后不是贵 这班人套路是这样的 8钱这个好看 你看 No 8钱这个好看 卖的是那个龙鸡 就是 就跟裙子似的那种 缅甸衣服 No thank you I don't like 8钱 OK这个裤子裤子 我饭都快没钱吃了 还买她那个呢 旁边还有个卖笔的姑娘 这个吗 No it's too ugly This is like you How much How much 8000 TOO much This is like you Not too much This is like you 3000 No 3000 No 或者这班人就是什么有点道德绑架你那意思 他们都带小孩卖东西 然后他跟你说我小孩不容易 我想给小孩买这个我想给小孩买那个 都这么说 我遇到好几个都这么说了 也说小孩今天生日的 也说小孩今天想吃肉的 有的干脆就抱着小孩瞅着你的 因为小孩还不会说话呢 就是走路都不会走那种小婴儿的 这边套路就这样吧 现在准备回去准备那个回新普甘了 新普甘听名字的话可能像个新城市对吧 就是新建的城市很高大上对吧 结果是个村啊 比比这块还要那个破的村 当时我去的是我的惊呆了 我以为怎么着有点 有有有个稍微好点的超市什么的 什么什么的吧 啥都没有就真就一个破村啊 巨破无比 我等我到就知道我给大家拍一下啊 这是油局啊 油局还挺好的 然后这边是新普甘啊 我觉得没有哪块能跟新沾上关系啊 这是新普甘就是一个小村子 给大家稍微看一下这块的街景啊 下次如果再来普甘我肯定不会住新普甘了 这块离景点远而且啥啥都没有啊 小卖铺都少小卖铺都很少 小卖铺都很少 然后啥啥都没有 按摩的按摩的就一两件而已 而且价格还都是贼贵 还是阳光按摩最便宜啊 家人呢 因为阳光按摩多 全都量全都跟那竞争的 然后就贵 这块没啥按摩的价格就 阳光很多按摩的互相竞争价格便宜 这块没有竞争的价格就死贵死贵啊 这就是新普甘 满一股臭鱼味 这边很多女生就这么穿 我不知道是刚洗完澡还是怎么着 是果条浴巾就出来了吗 这块我之前来过 这条街我之前来过 当时我看那女生好像这么穿的 我记得是 这块我之前来过对 小朋友 嗨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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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好的 还是小朋友好 小女孩好 小女孩比较乖 这边有的建筑 不过真的很少 像这些建筑算好的了 其他一样的建筑 一般都是老 老破小啊 又老又破又小 而且天天停电啊这块 一天供电能有几个小时 一天供电能有五六个小时 就真的不错的 其他全个发电机 也有一些在盖房呢 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啊 这就是新普干 离景点远 然后设施也不太好 建议大家住那个叫凉什么 就另一个小 靠机场那个小镇啊 靠机场那个小镇 那个小镇的话 离机场近 离大巴站近 然后也比较繁华啊 现在呢我去超市买的东西 买的零 对 这边有卖辣条的贼爽 这边竟然有卖辣条的 我天天吃 然后买的辣条 买的零食 买的酒啊 乖乖 乖乖 没车 就是这家 这家我天天来啊 这边全是卖酒的 都是卖酒的 还有饮料 然后 中国吃的 还有辣条 这中国吃的 辣条在这辣条 这边辣叉 中国辣叉 中国青头 全都是中国吃的 而且价格贼便宜啊 可能其他中国超市巨贵无比 这边价格跟国内差不多的 真的爽 辣条在这 对 就这个特别辣啊 这个火气烂 火什么火 要皮气条贼辣啊 千万别吃这个 甜辣块不错 大家推荐大家吃这个甜辣块啊 然后再买个鸭吧 昨天我吃的 啤酒鸭 今天吃个 今天吃个烧羊腿吧 再买个可乐 这边的可乐是 嗯 多少毫升 600吧 500毫升 然后价格是900 人民两块钱不到 贼便宜天天喝 这大牌多少钱啊 这大牌是 这大牌是多大的 大牌1.25的 问这多少钱 要不来个大牌的 这边基本就是酒啊 这边的威士忌贼便宜 基本上这一瓶下去 你 这一瓶不至于 这瓶下去 你人就得睡觉了 这瓶不至于啊 这瓶喝了有点感觉 这瓶下去 基本就 就睁不开眼那种了 困难要命 然后这瓶韩国烧酒 价格都不贵 这个5000一瓶 这个是 2300一瓶 这个是5500大概 5000到5500 这个在1900不到4块钱 而且 而且容量是那个的 21.22 反正多了很多啊 OK 你想吃泡面的话 这块也有 就是这种什么韩国的巨贵啊 这个 我跟阳光看10块钱一袋 这边我不知道多少钱 我也不问了 因为 太贵了 他们本地方面才5毛钱一包 我天天吃他们本地方面面 我给你们看一下 本地方面面 而且还不错 就这边 全是本地才5毛钱一包啊 我当就是煮的泡的 但是我当干杯面吃也绝好吃 退完车了 检查一下没什么问题之后 这是我的轻侣 和我轻侣很近啊 我轻侣一天要一万五 一万五 然后这边才一万 然后我就在隔壁租的 不过去有点尴尬吧 他们应该不知道吧 轻侣的人 挺尴尬的 这边还有泳池的 如果不在这住可以付钱 兴趣啊 狗狗 去我带大家看下泳池 我住这间 先带大家看下泳池 这是公共区域 这边还行吧 一万五亿万 人比30块 包早餐 这边是单间好像 这边有个小酒吧喝酒在这 然后还有游泳 他们这些穿着衣服游吗 游泳也在这 就不不进去趴了 他们为什么要穿衣服游呢 这个是我的床啊 虽然有点乱糟糟的 但是还不错 挺干净的说实话 然后底下还有个 可以放东西的 不过塑料自己带 然后这基本 普关的话基本没有什么人的 然后每个房间还带 自己的厕所跟 洗澡的 其他庆旅 这在庆旅里边可不常见 还是挺干净的 这住了一个本地大哥 但是但是腿瘸了 跟着养伤的好像 他那拐账呢 他拐账去哪了 OK 这期 到这就差不多了 然后呢 我本来是想在普干拍一个 消费一百块的 结果到了之后傻眼了 普干什么都没有 真的 我想我想拍素材都没得拍 真的 今天佛塔这期就是拍的 我觉得都不怎么样 真的 也有我的问题啊 然后还有 还有问题就是我 我对这些什么 寺庙什么看的真的是 神秘疲劳 我真是不想看了寺庙教堂 真的看出了看腻味了 一个是我的问题一个是 好像俩都是我的问题 这算一个问题啊 我我真的看那些教堂 怎么看腻了 二就是 这种确 这种东西确实没什么可拍的啊 就算我拍的很好 就是播放也不会很高 我觉得这期因为 就是对这些东西感兴趣的人 本来就不是很多对吧 很热的 又洗个澡 然后又停电了 没空调又停电了 普干那块基本一天 可能自己来电就五六个小时吧 真的 然后剩下就是 轻率发电机在发电 不废话了 然后那个我过几天回阳光 阳光 然后只有一天 我看看能不能把那个消费一百块拍出来吧 我只有一个白天 我把早上到呢 然后下午坐飞机走 大概只有六七五六个小时 我看能不能拍出来吧 然后这期就这样 如果大家就还希望帮我点赞投币什么的 然后 这期也花了不少钱了 花人民 今天花人民花200多了 买门票啊 有租车 就花了一百 然后就是买些礼物又花了一百多 大家帮我多点赞 回味写吧 就这样 大家升级干 拜拜